以下节目指标格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异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讲美剧的时间 今次要讲的是奇迹剃造者 Miracle Workers 的第一集 名字叫做 Two Weeks 其实是TBS电视台的作品 暂时一季有七集,每集大概二十多分钟左右 TBS在美国算是比较小众的电视台 以出品低成本的喜剧为主 今次想讲这套 Miracle Workers 纯粹是他的题材 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宗教哲理幽默的喜剧 他的故事简介是挺吸引的 加上主角是Harry Potter 所以是有点兴趣的 故事就是说上帝受救能力 决定我摧毁地球 天堂公司属于祈祷部的两个天使 为了阻止上帝而作一个书导 就是要完成其中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讨告 暂时看了一集 做好心理准备 这一套真是一套低成本制作的作品 它是连片头的动画 其实我也找到一些瑕疵 非常简单的创造物 剧里面的创造物都在创造物 剧里面的创造物都在创造物 其实看起来的题材 和Good Place 相似同一类的作品 Good Place 的画面是高质的 这一套完全比较 这一套故事设定是有趣的 他有那種諷刺宗教的幽默 而且他有一點說中了我心裡對天堂的印象 原來我只是一間公司 所有人間看到的行政問題,其實上面也會有那些問題 首先第一集主要有三個重要角色 有上帝、Crick、Eliza 這集反而以Eliza的角度出發,想改變世界,幫助人類 因為想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所以轉去祈禱部 去處理人類的祈禱,幫助人類 誰知發現祈禱部只有一個人上班 現在多了一個,有兩個人 每一刻都有幾千萬少億的討告 原來Crick每天只有六至七個 而且會搞極無聊的討告 但那些生死有關就是不可能的討告 暫時由於一集只剩二十多分鐘 所以這三個角色的性格是有陳述的 但有點隨便 而上帝只不過是用了三秒鐘 不如我摧毀地球 Crick也是用了很短時間 說他那種不想求變的心 我不喜歡這份工作,就沒有其他作用了 反而第一集最多氣氛的就是 在宣傳中最少提到的女主角Elisa 坦白說,我挺欣賞這套劇 用天堂公司的設定 這件事是跟她相似題材 其實這次Miracle Workers 是很明顯地比下去的 特別是最後的故事說到 Crick和Elisa 他們完成的討告就是 要令兩個本身都已經是 養情相悅的人去拍拖 死火了,我已經完全不想看下去了 為何不可以阻止其他東西呢? 你有全球暖化、核彈危機 大國主義崛起、貿易戰和解 或是令一個窮人找到第一桶金 或是令一個困惑的人 找到他人生的意義也好 你也要說我,我要這兩個人咀咀 這樣就成功了 Miracle Workers 很空有時間才看 如果有什麼留言 歡迎在下面留下 還有記得Like和Subscribe Bye Bye Miracle Workers